原标题 将羽军40万,之后的蓬城之战,相羽亲率3万精兵击溃刘邦的50多万大军,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。 但随着局势的变化,相羽最终输掉了战争,特别是最后一战,算是他一生中最惨的败仗。 话说公元前203年,相羽陷入困境,一方面刘邦坚守不战,另一方面刘邦麾下的将领,比如彭月等人不断袭扰相羽的后方,西楚霸王陷入欲战不能,欲退不能的尴尬境地。 最后,只得与刘邦达成合议,以鸿沟为戒,平分天下。 刘邦正准备撤军,张良,陈平建议会约,偷袭储军。 刘邦听取了两人的建议,率领大军追击,并派人通知彭月、韩信等人,让他们率军前来合为相羽。 刘邦没想到彭月,韩信没有出兵,且。 我刘邦的军队被相羽击败,刘邦赶紧申嵌而自首,不敢出战。 刘邦照张良前来商议,张良提出,君王能与共分天下,今可立志也,意思是说,您赶紧以分封土地作为条件,请他们出兵。 刘邦不敢怠慢,赶紧派出使者,向韩信、彭月徐怒,自臣以东赴海与齐王。 虽然以北至古城与彭相国,两人看刘邦给出的价格合理,当场决定出兵。 乌洛偏锋连列宇,这时候,相羽又得到了一个消息,他不将大司马周恩判处,举九将军之兵,随刘家而至该下。 至此,战场的形势发生逆转,刘邦成功地集结了四路大军,人数至少在四十万以上,他们将向羽以及他的十万军队包围在该下。 在该下之战中,韩信率领三十万人作为中军,孔将军居左,费将军居右,皇帝在后,将侯,柴将军在皇帝后,将与身经百战,交战之初毫无巨色,击退了韩信主力。 可是毕竟汉军人数态,位于左右两翼的孔将军,费将军纵兵出击,储军受挫。 就在这个时候,韩信发现了战机,指挥中军冲锋,最终储军大败。 之后,储军被汉军重重包围,这场战役的势力,对相羽的打击非常大。 藏天夜间,他听到汉军四面接触着,惊慌失措,以为汉尽得处的,将与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错误的决定。 他抛弃十万军队,独自率领八百精锐趁着夜色突围。 失去主将的储军顿时陷入了混乱,虽然人数不少,但三军无主,岂能作战。 结果,该下之战变成了一场屠杀,汉军斩首巴胺,将左右司马各一人,足万二千人,由于项羽独自突围,导致他在一日之内,失去了十万大军。 刘邦发觉项羽突围后,立即令其将冠营以五千骑追之,在追击途中,项羽的兵越来越少,最终只剩下单人独骑。 或许在逃亡期间,西楚巴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失误,自己抛下大军,抛弃亲人,赌。 自逃亡,纵然能回到江东,又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呢? 但是向羽性格孤傲,致死也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,却说,天之亡亡,非战之罪,参好资料。 一世纪,二汉书,三资质通建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